转息 朕明白 你们再等 皇上这话奴大可不明白 明白�로 明白不明白 咱们就一起等 看看是扶全的五万大军先到 还是吸收大云的兵马先到 朕知道 你们有些人知情 有一些人不知情 皇上 皇上 纳兰明珠差人来报 二阿哥的大军已然清晰可见了 皇上 奴才实在不知道 这宫里出了这么多的变故 二阿哥竟然率兵而来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皇上 你奴才看不管什么阴由 二阿哥也不能如此胡闹 这调兵进城 这且不是谋反吗 皇上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皇上可要当机立断 奴才请皇上调几守兵 给谋逆者迎头一击 对 二阿哥的胆子太大了 皇上 打吧 不教训教训他 我大清国还有什么体统 我打 我打 那这么同胞兄长吗 朕要化干戈为宇国 杨建公 在 被监狱随朕出宫 是 曹允 在 本准大蓝冥中 把他们撤下首上的兵吧 皇上 兵殿一袭万事难料 皇上 奴才愿意代替皇上 先去见见二二阿哥 这种时候 皇上万万冒不得放进 他是朕的凶肠 何显的意义 不就是一个皇位吗 就算是二二阿哥做了天下 难道这天下 就不是我爱心绝了家的了吗 皇上 孙儿一人惹的祸 你就孙儿一人承担 皇上来珍重 皇上长大了 不管这件事怎么一个结局 华奶高兴 咱们爱心绝了家 又出了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 皇上 苏末末末 苏末末末 二阿哥 皇上不在车上 看老人家怎么了 老祖宗为了皇上和你的事 心都操碎了 苏儿个一夜未灭 他让我来规劝你 请嬷嬷转告黄鹅南 这不是我的错 无论是谁的错 这都是兄弟相残 我扶权别无他路 不过 无论结果如何 我都会孝敬黄鹅南 让他老人家一养天年 你没见到清歌儿哥哥 见到 他没有像你 清歌儿什么都说了 是我扶权 无奈 太皇太后有余 扶权停止 扶权坚持 老身的车粘 就是块挡到的石头 倘若扶权执意兄弟相残 就先将车打碎 踏着这辆车粘的碎片 进城去吧 弟兄们 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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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三兵公刚从城头撤回 外围兵马就要入城 请防御兵马 请防御兵马 严守攻门 防御兵马 和尚 防御兵马 折 打开 打开 门 可以 打开 杀 打开 来 醉臣夫君 叩见皇上 二哥 二哥 若不是皇上奶和亲哥 我是绝不会放下我手中的刀的 不管如何 你只要放下手中的刀 就还是我的好哥哥 那兰兴德身负重伤 他在哪儿 那兰兰兰兰兴德公 奴才在 快把他送到太医院 无论如何把他救活 正 清哥 这法事 今生今世 绝对不会忘记你们 这皇上到底贱没贱的 是啊 把咱们搁在这儿也有一个时辰 是 这不是皇上 这不是皇上 这 各位王爷贝勒 皇上有欲 皇上说今儿个累了 眼前的事儿 就请诸位王爷看着该怎么办 就怎么办 公公 皇上太顺了 没了 各位王爷辛苦 我这后头还忙着呢 哎 梁公公 梁公公 这怎么叫个该怎么办 就怎么办 顺势而为 易奥拜的罪过 你呀你呀 真是打不着狐狸惹身骚 图的什么呀 懂个屁 奥拜倒了就是天大的好事 那往后 我就不信我月乐 斗不过这些 他没有事 苏木儿 你替我走一趟 去哪儿 去看看福泉 好好劝劝他 这孩子厚道 既然个做到这一步啊 也算是不易了 我真把他弄出什么病了 是 皇上 苏木儿 嬷嬷 老祖宗 皇上来了 苏儿给皇阿奶请安 皇上坐 皇阿奶这颗心啊 总算是落定了 你们这对兄弟 皇阿奶请放心 苏儿将来一定会善待二哥 这就好 皇上有没有想好 下一步的事情 朝廷还远不会风平浪静 约了他们 也不会就这样死了心的 皇上想说什么 现在大局已定 孙儿想放老板 孙儿思来想去 绝不能再亲政一事 就做下这种中间不分的事情 朝廷的事可不是儿戏 正因为不是儿戏 孙儿才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好吧 天黑之后 你避开耳目去牢中看看 听听他自己怎么说 是 是